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让我们首先来读今天的圣经经文 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扫罗 扫罗是迦南女子所生的 他们构成了西缅之族 利未有三个儿子 格顺、戈霞和米拉利 他们构成了利未之族 利未活到137岁 格顺有两个儿子 利尼和四美 他们各有许多子孙 格顺有四个儿子 暗兰、以斯哈、西伯伦和乌靴 格顺活到133岁 米拉利有两个儿子 莫利和姆士 这就是利未之族和这一族的后代 暗兰娶了自己的姑姑 约基别 他生了亚伦和摩西 暗兰活到137岁 以斯哈有三个儿子 可拉、尼非和细基利 乌靴有三个儿子 米撒利、以利撒凡和西提利 亚伦娶了以利撒凡和西提利 亚伦娶了以利撒凡和西提利 她是亚米拿达的女儿 拿顺的妹妹 以利撒凡为亚伦生了四个儿子 拿达、亚比户、以利亚萨和伊塔玛 可拉生了三个儿子 亚席、以利加拿和亚比亚萨 他们是可拉宗族各家族的祖先 亚伦的儿子以利亚萨娶了普铁的女儿 他生了菲尼哈 这些都是利未之族下各宗族家族的族长 亚伦和摩西就是曾经奉上主命令 说去把以色列各支族一对对的领出埃及的那两位 他们也曾向埃及王请求释放以色列人 从前上主在埃及对摩西说话的时候 他说我是上主 你要把我和你说的话都告诉埃及王 但是摩西回答 你知道我没有口才 国王怎么会听我的话呢 上主说 我要使你在国王面前像上帝一般 而你的哥哥亚伦 要向他发言 做你的代言人 你要把我命令你说的话都告诉亚伦 由他告诉国王 要他释放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国家 但我要使国王的心刚硬 无论我对埃及行多少神迹歧视 他还是不听你的话 最后我要严厉的惩罚埃及 我要领我子民的各支族离开这地方 当我伸手惩罚他们 以色列人离开他们国土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 摩西和亚伦照着上主的命令去做 他们和国王交涉的时候 摩西已经八十岁 亚伦八十三岁 这段经文的记载很有意思 一开始上主吩咐了许多的事情 严肃又认真的场合 摩西和亚伦也好像很认真 在听上帝的吩咐 但是等上主说完了话 摩西却回应了一句 嗯 我知道您说的事情都很重要 但是 请找别人去做吧 因为我能力不好 口才不好 各种不好不行 读到这里 我们这些熟悉整个出埃及记故事的读者 可能会有一种同情上主的感觉 因为相较摩西 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更麻烦 大麻烦还在后头呢 不熟悉出埃及记的故事 也没有看过埃及王子的读者 也可能会有一种感觉 觉得故事是很难再进行下去了 但是回头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 其实也是如此吧 摩西其实一如大多数人 尤其是东方人 拥有一种叫做退缩型的 非常普遍也非常常见的这种退缩型的人格 我们如果认真想一想 在团体中喜欢表现或者勇于认识的人 总是极少数的 绝大多数人面对挑战 使命责任都会有后退的冲动 以及请先找别人吧 的这一种第一反应 这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事情不重要 或者我们不愿意参与 不愿意付代价 而是我们会害怕 害怕改变 害怕与人冲突 害怕负担一个团体的未来 摩西也是一样不是吗 四十年的旷野牧羊生活 已经把他的年少的冲动 莽撞 锐利甚至勇气都磨平了 一层不变的生活 虽然单调 无趣 却很安全 而远方的以色列民族 虽然这是自己的母族 但是在当初同胞的那一句话 谁派你来做我们的首领 做我们的法官呢 你杀了那个埃及人 也要杀我吗 那样的一句话中间 磨到消磨殆尽 他会听我的吗 是摩西的疑问 我有必要为他们感冒生命的危险吗 是摩西的迟疑 但是即使如此 摩西最后仍然顺服上主的命令 即使前途危险艰难 前途难测 摩西不是因为相亲的勤奋而带领出埃及 他只是因为顺服上主而起 因此 摩西被称为上主的仆人 并且成为仆人的典范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 摩西和亚伦照着上主的命令去做 而我们作为上主的仆人 也应当照样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